普京病亡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普京病亡后俄罗斯 我刚才说的只有短期的大乱内乱 和俄罗斯的解体 当然会出现俄罗斯很多人是尝试与美国 西大国勾兑 我相信这种人物是会有的 但是整个普京王后 中共国会马上跟他的三个半关系 三个半朋友关系 当普王后 习近平会陷入极度恐惧和危险之中 那么中国的习近平先生和中国共产党 就有三个半朋友 第一个是伊朗 第二是北朝鲜 第三是现在的会成为沙特 那半个我就不说了 我不相信这三个任何关系是可靠的 中国让进入了孤立的状态 中国所谓的发展中国家 代表发展中国家和亚非拉的声音 这种流氓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无论是从南美 还从亚非拉 还有这个九月底 我相信在欧洲和南美将有无数个国家站起来反对中国共产党 那个时候的习近平先生和中国人民将再次的被鼓励在世界之外 比北朝鲜还会非常的惨 北朝鲜的鼓励和发展核武器 是当时是对直接的威胁对象是南韩和美国 日本 它并不包含世界上90%到95%的国家 而这一次 中国共产党给世界的威胁是威胁全人类 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 所以说俄整个是普王之后的世界会走向一个真正的乱世 但是最重要的世界就是共产党肯定完蛋 俄罗斯的灭亡将彻底的改变世界